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回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今天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一节 荣进圣城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鞠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它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鞠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 他们把驴鞠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纳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善纳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耶稣是在主日的时候 进入到耶路撒冷 是在耶稣复活前的一个主日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路上 众人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行动呢 为什么他们看见耶稣骑驴 进耶路撒冷会赞美上帝 在伊斯特列人的历史当中 他们接纳以耶护 做他们王的时候 也是把衣服铺在耶护的下面 众人将衣服铺在耶稣骑驴所行的路上 表示他们对耶稣骑驴 走向耶路撒冷的理解是 伊斯特列的拯救者 伊斯特列的君王来到了 犹太人从昔日大卫的 在耶路撒冷做王 所罗门建圣殿 在其中 经过了南北两国的时代 巴比伦时期 圣民被掳 圣城被毁 圣殿被抢掠 博斯时期回归重建圣城 还有圣殿重新献祭 一直希腊时期到罗马时期 虽然有圣殿与献祭 但是一直都被外邦人统治着 一直有一个民族的期待 就是米塞亚来做拯救 做他们的王 他们知道他们所盼望的米塞亚 是会牵合的骑着驴 骑着小驴 驴驱 进耶路撒冷 因先知 撒加利亚曾如此说 西安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 应当欢呼 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实行拯救 牵合的骑着驴 骑着小驴 驴的鞠子 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 耶稣骑着驴 走向耶路撒冷的行动 加上耶稣之前所行的异能 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节 一大群门徒都认定 耶稣就是 以色列拯救的 那位米塞亚 因此他们欢呼赞美上帝 他们所欢呼的是诗篇的 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的内容 就是因上主应允 在所定的日子 以奇妙的事 拯救以色列人 光照他们 百姓因此赞美上主的 慈爱永远长存 因此门徒欢呼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在这里也是表示 耶稣骑驢进耶路撒冷 是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二十四节 所指向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 其实经常会提到那日子的来临 他们所欢呼的就是从耶和华尔来的拯救者 以色列的君王来到 对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其实还是政治上的米赛亚 当然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也公开的表明他米赛亚的身份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耶稣一直在前面都是不要告诉人 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一直保持很低调的服饰 而最后一次 耶稣就非常高调的进入耶路撒冷 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有耶稣的门徒 耶稣医治的瞎子 耶稣的名声在这一刻传遍了所有周围的地方 所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欢呼耶稣基督进城 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地上 把树枝砍下来 这些都充分地表明他们认同耶稣米赛亚的身份 但是他们所谓的米赛亚的身份是政治上的 他们要透过耶稣能够脱离他们现在的困境 来自于罗马帝国的统治 以及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 他们认为耶稣这次的到来 就是要让他们彻底的脱离苦海 因此他们就高声呼喊和三纳 和三纳的意思就是现在来拯救我们 但有一个重点的事情 就是耶稣带来的拯救 和伊斯利人所谓的拯救 其实是不一致的 当然耶稣最后一次融进耶路撒冷 也是带着权柄威严进城 也充分地彰显了他的权柄能力 就在让门徒去霸驴牵来的这件事上 就可以看出众人都尊重耶稣 一旦说到主要用他 大家就知道是谁要用 并且所有的百姓都透过耶稣的行动 他们认定耶稣要做王了 曾经四千人与五千人吃饱的时候 耶稣都远离他们 众人逼耶稣做王的时候 耶稣都退缩了 而这次耶稣接受了众人的拥戴 因此对于众人来说 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 他们所羡慕与崇拜的耶稣 终于肯站出来当王了 因此整个百姓非常的激动 整个耶路撒冷城都震动了 他们都把最好的放在耶稣面前 用衣服铺在驴的身上让耶稣骑 放在地上让耶稣走 他们把最好的最尊贵的都放在了耶稣面前 但是很可惜 他们并不明白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理解 和三纳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的意思 是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并不是从罗马帝国拯救出来 和三纳现在来拯救我们 是现在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与辖制 而不是脱离罗马的政权 为何在后面的时候 这些拥戴耶稣的人 最后却高喊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呢 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骗子 他们认为耶稣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甚至门徒也觉得耶稣骗了他们 其实从始至终 耶稣没有骗过任何人 常常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 可是因为人内心的自私 因此他们听不进去耶稣所讲的话 他们把耶稣所讲的话都屏蔽了 包括耶稣他讲的他要来定十字架 他来的目的是为人留学舍命 他们都根本听不进去 他们只想得到自己的成功成名 但是耶稣并不是来成就他们野心的 同样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要让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困境吗 如果是这样 我们也错了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困境一直都在 只是现在的困境虽然可能没有了 但是别的困境也会随之而来 这就是人生 因为罪恶的世界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高喊赫三纳 让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 自己的自私 能够完全地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从内心来呼喊赫三纳 拯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 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来 我们内心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当然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 神也满足我们 也成就了 就像圣经里那些 求耶稣医治的人 耶稣怜悯他们 也都医治他们了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耶稣也都帮助他们了 那些五千人吃饱 四千人吃饱 耶稣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满足了他们身体上的需求 但是耶稣更想把他的福音给他们 就是他要帮助那些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行过很多的神迹和歧视 我们因信耶稣 也经历很多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自始至终 我们跟随耶稣 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 我们所天天高喊的和三纳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让耶稣帮我们解决 我们现在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还是说我们愿意明白 我们在属灵上面 需要耶稣来拯救呢 我们的灵性是困苦的 我们的灵性是堕落的 我们被罪恶所挟制 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吗 如果没有 在这个时刻当中 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耶稣现在 救我们脱离罪恶 让我们在罪恶上面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能够战胜罪恶 脱离罪恶的挟制 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门徒 我们不再去追求 自我忠心 在地上的功名利禄 而是真正的 单单的跟随主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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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